美国总统奥巴马预定在美国东岸时间 星期三的上午10点钟 也就是大约在两个小时之后呢 就要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了 奥巴马总统他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呢 那么目前现场的准备情况又是如何 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方斌 来为大家介绍最新的情况 方斌你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奥巴马总统呢 牛你好 是 即将在联大发表演说 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 奥巴马总统他说 推动民主进程就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当时这番演说还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那么今年奥巴马总统的演说 可能会锁定哪些焦点呢 很多人说伊斯兰国可能是一个重点 是的 我想今年奥巴马总统 在联大第69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 一般预料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向这个出席这个联合国一般性辩论的将近200位的这个各国的世界领袖啊 要向他们说明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恐怖武装分子的这种迫切性和重要性 以及建立一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国际联盟的这种重要性 那这个他今天呢除了这个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外呢 紧接着他还要主持这个安理会的会议 因为本月呢是这个美国是安理会的这个轮值主席 那么奥巴马总统呢也不遗余力的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来推动一项非常重要的这个联合国决议的通过 那么这项的决议呢也是针对着打击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武装分子的 那么这项决议呢是要为这项决议是一个有约束力的这个 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也就是说它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来制定的 那么一旦通过以后各国呢都必须要遵循 那么在这个决议案里面的重点呢就是要切断这个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这个流动 也就是说要为各国建立一个国际标准来这个遏制和防止这个武装组织 这个恐怖组织啊到各国去招募这个战斗人员 同时呢切断这些涉嫌这个涉嫌这个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返回自己的国家 或者途经各个国家也就是说切断他们的这个这个来往吧 是那么除了这个这个议题 是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他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 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 谈到了有关伊斯兰国的这样的一个演讲之外呢 我们知道他也要主持一些会议 那么我想你继续要跟我们谈一谈的是 奥巴马总统今天预计在联合国还要会晤很多的重要人物 包括了这个伊朗还有这个相关的联合国的官员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奥巴马总统今天在联合国总部还有哪些重要行程 是的那么今天这个奥巴马总统的一定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安理会是下午开幕 那么实际上昨天奥巴马总统已经在利用联合国这个气候峰会的这个机会 会见了这个跟这个美国一起打击这个在叙利亚的这个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这个阿拉伯的其他一些国家 像阿拉伯酋长国呀像这个卡塔尔啊等国的这个政要 那么今天呢还会继续的会晤这个一些这个这个政要 那么在奥巴马的这个发言中呢 我相信还会提到的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呢 就是对抗爱博拉病毒的扩散 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也是这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据这个美国的医学专家分析呢 如果在明年一月份的时候还不能够控制这个爱博拉病毒的扩散的话呢 这个可能会出现50万到140万的这个感染的病例 所以奥巴马呢会利用联大一般性辩论呢 来这个呼吁各大国呢 为对抗爱博拉病毒的扩散呢 做出更大的努力 是方斌除了看到场内的情况之外 我们也要来看看场外 这两天你在现场采访啊 我们知道在联大开会期间在场外也有不少的民众在进行抗议 他们抗议的主要议题又是哪些 跟我们简单介绍 那么未来几天联合国大会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 好的 那个联合国每年联合国大会这个开幕期间啊 这抗议是一道这个很亮丽的风景线呢 那么今年呢 这个在这个这个气候峰会期间的这种抗议呢 已经是这个在纽约市已经是非常的这个这个壮大 那么这种抗议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针对性非常强 那么今天我来的时候呢 因为是在早晨刚刚这个联大开会之前嘛 所以还没有看见很多的抗议的这个场面 但是呢这个据说呢 他们会针对着这个他们所要抗议的对象 比方说保调人士他们会等着日本的这个首相发言 比方说这个这个这个西藏的这个人士或者新疆的人士 还有这个中国的民运人士 他们会等着中国代表的发言 那么中国外长王毅呢 是要到星期六才会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在纽约的联合国 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未来几天我们也将持续的请方斌 为我们发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